胡萝卜 骑死我了 这炒饭里的胡萝卜你都能够挑出来 这胡萝卜有毒吗 有一股臭味 不吃是吗 以后炒饭只有白饭 只要你挑了 白饭 那我就配着炸菜吃 我怎么就闻到胡萝卜有怪味 我就觉得吧 它肯定是心理作用 胡萝卜这么好吃的东西 生吃我都很喜欢 冰假料也不能用费 就为了能让它吃 我也是煞费苦心了 用这个来搭配 肯定能盖住胡萝卜的味 这么弄保准它爱吃 我就不信它还能给我挑出来 混好馅团个丸子 外面再裹一层泡好的糯米 就变身成它超爱的糯米珍珠丸子了 上蒸锅蒸个20分钟了 这剩下的食材正好还可以包成粽子 这不也快端午了嘛 对于吃货来说 那我得先预热一下 这煮粽子可就得花费一点时间了 不过咱这珍珠丸子蒸好了 哇哦好Q啊 看这诱人的小球球 粘糯鲜香脆 好吃啊 为了解决剩饭 再做个送碗子 有种地方小吃就是这个做法 榨菜本来就能提味增鲜 这调味的步骤倒是方便不少 以后做菜煲汤都可以加 妈呀又脆又香 这粽子也终于好了 我这是又结损了一款创新做的馅 什么是这么香 别老老吃的呀 这胡萝卜的可不是给你吃的 真是太难了吧 我鲜枪狗鲜了你那么多年 你可别让我瞧不起你 那不试试啊 经过一晚上的研究 我这几样工具也能将就吧 我现在要挑战的 可是非物质文化一产啊 着实是心里没底 薄糖应该是跟做糖红肉一样的吧 我供着应该差不多是这样了 现在要开始飞烟走壁了 就是个傻 只是看着简单 时操就觉得这里的手 是个猪蹄 好吧继续第二遍 不能心急不能心急 这中间怎么连不上 原来是糖浆太烫了 没事再来一次 哇我怎么这么厉害 第三次就划出了这么好看的龙 怎么拿不起来 原来问题出在源头 赶紧想发气的求救 据说这个配方价值5000 原来还需要这么多材料 和严格的比例 还有温度 妈呀快关要糊了 另外一个关键点 原来底板上是要刷油的 那再来一次 不动的翻车 感觉我的手法越来越咸熟了 这次的糖一上手就觉得稳了 很细的糖丝也能拉出来了 但是没到最后一步 心里才是没底啊 哇 拿起来了 你以为这么简单 其实中间含有 胖蜥蜴 失败 糖浆软掉了 失败 化得太粗糙 失败 所以这个我算挑战成功了吗 儿子快看 这个太帅了 你太帅了 等一下 你看 没事儿 请找个下一个挑战者 哦哦 鸣鱼 你敢来挑战吗 赵团接着 这别人家的孩子吃榴莲 我家孩子吃榴莲 这味不够浓啊 哎呀没有 算买点啊 你看 你敢来挑战吗 赵团接着 哎 只能吃一块啊 我待会儿就留在千层了 你们注意千层吗 那老托饼里面 有老托吗 非烟火锅里面 有约要吗 不断买成丁丝了啊 那你能做几层啊 哎 要不你挑战一下 天哪 你要是你挑战 二十层不弹 我拖你一个月的地 真要 我这跟网上学的 挑饱满的五瓣肉 看看能开出多少 哇 果肉果然饱满 分量十足啊 而且这果肉细腻绵软 做千层得给果肉打成泥 8号先放冰箱冷藏 准备做千层皮 挑战千层啊 那必须得多做点 材料我用了双倍 饼皮的做法简单到不行 加材料搅拌 加材料搅拌 最后再过变筛 过两遍也行 面糊细腻了 就可以烙饼了 这个千层锅 还真比平底锅好用 一张饼皮 大概也就二十秒 但是这么多面糊搞完 也是需要点耐心的 腌制空了我 必须得踩个边 这应该不老少了 够了吧 最后再打个奶油 糖的量我都是随行添加 打到八分发吧 就可以拿榴莲混合了 哎 我榴莲肉呢 哎你有没有看见我的 就知道是你 哎赶紧给我 真正的挑战就开始了 被你小子吃掉 这果肉都有点少了 现在我要开始了啊 哎多少层了 哎呀我没数 应该还可以再放几层吧 妥了 哎 切切切切 我给你切开不倒的说 噓 噓 我都不敢呼吸 慢 一定要慢 给倒一倒 哎哎哎哎 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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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剩下的 哎哎哎哎哎哎哎呦 哎 你们刚才鼠心都要腫了吗 哎哎哎哎 好你能吃 快不用自家户 这腔太爽了 哎 行吧 愿度服输 哎 你们听到谁行 等他来试 哦 我吃饱了啊 天天问你吃肉声 嗯 嗯 藏什么的 我嚼出来 哦 毛巾卷 哎 我干嘛叫毛巾卷啊 我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毛巾卷 叫巧克力的啊 这菜子居然分不清 啥叫毛巾卷 不是我吹 我做的毛巾卷比买的好吃一百倍 哎呀 说得我都有点沉了 这平底锅烙成一张张薄饼 最小火 煎到骨泡泡 接起来 这小子肯定是不能喝咖啡的 所以 我给他做了原味抹茶和巧克力 饼皮搞定 咱还插个馅 咖善不搭是有匿捷的 把这些混合后打发到比较硬的状态 这样就行了 最后就是叠布个五六张饼皮 抹上奶油馅 撒上饼干碎水果啥的 两边折上 再从一边卷起 先放冰箱冷藏 全部卷好 就差点缀了 那就根据自己喜好来吧 哇 看着都流口水 饮品 自然也不能少了这小子的份儿 我来个西游气泡咖啡 给这小子来个西游果饮 奶香浓郁的毛巾卷 加上焦香微酸的咖啡 哎呀 这每一口都是大血的满足 我也是太久没特意给自己做甜品了 nice 那你先吃 你也不叫我 我茶吧 哎呀 你慢点吃 给你爸留点啊 你饿死我了 你还没做铁巷呢 什么意思你这是 你这不就是毛巾吗 哎 不要这样扒香蕉皮 那 那不然该怎么扒呀 咱们说这么扒 哈哈哈哈 哎呀 你看我给你扒 在这个香蕉的背部滑一刀 把香蕉取出来 就留下一个完整的壳了 你怎么把香蕉全扒了 一天到晚下折腾 嗯 不吃肉汤怎么能做出好吃的 把扒 叉叉口感 嗯 这个冻香蕉绵软的口感 真是绝了 再看看香蕉奶冻 哈哈 一甲乱真的香蕉 像是黄舌头 QQ弹弹 哎呀 你不是说我下折腾吗 就是因为用我的配合 你的折腾才有意义 嘿嘿嘿嘿嘿 我能去你家吃豆饭吗 可以少了 行啊 太行了 你少哪够啊 怎么还得了火起啊 来锅营养又好吃的 番茄肥牛面 可以吧 一丸一粒老干妈的胃 估计一块的肉就够了 今天这面的灵魂 是番茄汤汁 这层皮不烫掉 着实影响口感 反正熟的番茄皮 我也不爱吃 番茄切好 再结个流星蛋 冷油下蛋 不容易崩油 行还能煎的好看 还差个灵魂料汁 也不知道一来吃是辣 姑且不放了吧 这份便当需要投地 一人时的小锅很合适 番茄炒软 加碗水 多焖煮一会儿 番茄汤汁会比较浓 下把金针菇 再焖煮一会儿 然后把灵魂料汁浇进去 就可以下肥牛了 现在这锅番茄肥牛汤 就完事了 得严实的密封好 路上千万不能撒汤 接下来就是把面煮一下 因为不是马上吃 煮到半干即可 再过过凉水防年 连同超过水的蔬菜 一起放到保鲜盒里 还有流星蛋 再撒几粒芝麻 提高点颜值 再附带上餐具 周到吧 投食婴儿的便当做好了 得赶紧闪送过去 快点小哥 当心汤别撒了啊